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异夏月轨》 第91-95章 户外,今夏玩火自焚,路易收获满满 野战滋味真香 诚实是必杀绝技,路易绷紧的脸开始瓦解 但不想这么快就雨过天晴,用舌尖顶住腮包 侧过脸去,调整好表情再侧过来,看得出你在哄我 所以才不信你所说的,但是你的这种红法真的很肤浅 他想他来点实际的,最好是把他吃干抹净的那种 肤浅 他原今夏29岁了,还从没哄过谁 罢了,老公是自己选的,也是自己气的,后果必须承担 说我肤浅,那我就来点实际的,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 口气不小,他喜欢,哪怕心里已经是排山倒海 面上仍然波澜不惊,还用画吉他,救你,还能整出什么花样来 稍微有点高难度的动作,你都吃不消 他脸胀红,那是他的问题吗,还不是愿他跟大,又立大如牛 他能受得了才怪,可他不服输,那是以前,现在可不一定了 他淡淡一笑,摊开双手,靠在椅背上,那闭目以待 说完,他就闭上了眼睛,话里话外,都是不相信他 想他圆今下也是风风火火的一个人,怎能甘拜下风 今天,就让他见识,他渊博地学识,纤细地手去解开他的睡衣扭扣 一颗,两颗,睡衣全部敞开,腹部线条清晰 一块块的腹肌仿佛是精心雕刻的艺术品,展现出无比的力量和魅力 尽管今下已经见过千百回,但是还是看得他浑身燥热不堪 轻轻地咬着自己的下唇,好似生怕口水流出来 喉咙发干,吞了一口口水,迫不及戴上手,手还没触摸到他的肌肤,就缩了回头 他想打路易一个措手不及,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小看他 一阵温热又湿热的感觉,突然闯入路易的神经中枢 他恍若触电一般,随即睁开了双眼,低头便看见心爱的人 闭着眼,亲吻着他胸膛上最敏感的部位 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的待遇 欲望瞬间蔓延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叫缩他 翻身,将他压在身下,狠狠地爱他 可他不想这么快就破坏掉 捏紧着拳头,克制,偷偷地换了一口长长的气 两侧都被惊吓亲过,但惊吓感觉不到路易的任何反应 被他亲过的地方明明已经立起来了 书上说,男人也会有感觉,所以才会立起来 他在装?在人? 惊吓抬头去看他,只见他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脸上也没什么情绪,似睡着了一样,看来是真的没有任何反应 骗人,什么破书,就算是胡编乱造,好歹也要写得真实点 手机呢,他要去举报 手机并不在身上,在客厅的茶几上 起身,还没站稳,就被拉了回去,吃饱就想走 路易目光如火,声音低沉,哪有这样的道理 该我了 说着,他起身,把惊吓按在了椅子上 疯狂地稳住他的双唇,惊吓一脸懵逼,极力将他推开 你刚刚真的没有感觉吗? 路易一本正经的撒谎 没什么感觉,你到航太前,只有天知道他忍得有多辛苦 来,老公教你 说吧,又吻上了他的唇,堵住他想说的话 手落在他的胸膛上,隔着睡衣,肆意地揉着他的胸脯 动作粗鲁,看来少不了一场恶战,他豁出去了 那就来吧,阳台就阳台 客厅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两人的手机都在客厅里,不知道是谁的,路易不想理会 专心地啃着他老婆,电话一而再,再而三地想着 路易不耐烦地起身去接,今夏也急忙跟着起身 跟着路易客厅,看到是路易的电话,是蓝清旋打来的 路易不想接,今夏却滑动了接听键,路易只得拿起手机 怒气冲天,你最好有重要的事 今夏得意地跑回卧室 先睡为妙 哟,这语气,蓝清旋在电话里调侃 看来打扰你们好事了 看来没有重要的事,路易趴地挂了电话 三秒钟后,蓝清旋又打了过来 路易也还是接听了 那头的蓝清旋对路易是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路易,你良心会痛吗?本来这次的长差是你出的,然而你让我出 我出差三个月了,你泡在温柔箱里,我流落他箱 快摸摸你的良心还在不在,在的话,就敲一下 看看会不会痛,不在了的话,就把电话挂了 面对蓝清旋的责问,路易心虚地揉了揉鼻头 这个月奖金加倍 路易知道今夏不喜欢总陪着他去出差 今夏也不是不喜欢,主要是担心公司受到影响 去哪都形影不离,知道的说是去工作 不知道的说是去度蜜月 更有喜欢说三到四的,说今夏不放心路易出去 担心路易去拈花惹草,所以跟着 员工们上班八卦去了 不认真上班,对于他们做账的 少一个小数点,就是天差地别的数字 故而,路易也就减少了出差 特别是常差,于是蓝清旋就经常出差 路易婚后这一年,蓝清旋在海城的日子,加起来不足一个月 我不差钱 蓝清旋霸气回怼 路易坐到了沙发上 笑着说,那行,给你送个老婆,明天就给你送到 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 蓝清旋不懂,不说清楚 明天起,我罢工 我的意思是,明天我让赵书去找你 路易说得很慢,语气很清晰 你喝多了,想牵我们两红线 是我喝多了,还是是你心之所向? 那端地蓝清旋沉默着 路易又说,你每次出差回来,都给我们带礼物 我有的,赵书一定有,难道主角不是赵书? 蓝清旋又沉默了一会 如果我和赵书在一起,你会介意吗?这是他今晚找路易的原因 路易笑了笑,我和赵书手都没牵过,只是名义上的男女朋友 你觉得,我要介意什么?明天,我把人给你送过来 然后就看你自己了 没本事的话,以后别老嫉妒我 谁嫉妒你,说实在的,我觉得你很不怎样,一天天的就知道在家 不知道出去,一点情趣都没有,小心备休 胡说八道 路易懒得跟蓝清旋扯,挂了他电话,通知赵书出差 等他做好这一切,走进卧室时,今夏早已经梦州宫去了 今夏睡得很香,路易也不忍心在闹他 接下来 今夏一个劲得忙于工作,心里只想着挣钱挣钱 把路易这个老公晾在一边,路易终于感到危险了 某天周末清晨,路易提出,我们今天,回家看看爸妈吧 除了去年过年,今年的节假日,今夏都还没有回家看看双方的父母 还没起床的今夏立马答应下来 好,路易摸着他的头 那我去加油,你洗漱好,我也差不多回来了 嗯,好几个小时的车程,今夏上车后不久就睡着了 等他醒来时,太阳已经将天边染红 此时的他还在车里 路易并不在车里,等等,这环境好像不是老家 老家没有这么大的湖,揉着朦胧睡眼,定眼一看 这哪是湖,是海,是深蓝色的大海,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更是他心知向往的大海 海城可没有这么美丽的大海 今夏急忙打开车门,映入眼帘的是他帅气逼人的老公 手捧着一束玫瑰花,对着他微笑,他心里别提多开心 嘴上却说,骗子 路易耸耸肩,笑道,我要是不骗你 你愿意出来吗? 今夏不说话,自省,她是一个顾家的好妻子 却是一个不懂生活的妻子 每逢假期或周末 路易说出去玩,今夏总说,去哪都是过二人世界 那在家也一样 然后,两人窝在家里,寄过二人世界 还可以加班挣钱,一举两得 今夏也不是不懂生活 他还想有朝一日挣够了钱,和路易一起去登珠穆朗马峰 但目前只是想着,让公司日益强大 对不起啊,我不是不愿意出来玩,只是 路易接过他的话 只是想着多挣钱 目光定定地锁在他身上,今夏以为那是责备 也担心路易会认为,他觉得他没用 没有让他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路易挣的钱,都交给今夏保管着 目前的存款 加上公司稳步上升 他们完全是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甚至也可以算是有钱人 嘿嘿,没办法,我是财迷 就想着挣钱挣钱 你想啊,万一哪天我们成了千万富翁 或者亿万富翁 那感觉多爽啊 他说得很激动,身体都舞动了起来 路易用手指点了点他的头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个财迷 那不是还没和你在一起吗 没和路易在一起时 不打算结婚的今夏,是得过且过 今朝有酒今朝醉 自从爱上了他,他就觉得生活有了色彩 有了笨头 希望他越来越好 也希望他们越来越好 前提是努力赚钱 声音很小 近距离的路易一个字也听不清 你说什么 我说花很漂亮,谢谢 从路易手里拿过花 在他脸上巴唧一口 留下一个报酬之吻 今夏看向四周 一个人影都没有 更别说花店了 来的时候车里可没有花 这花哪里来的 昨天定的,早上出门加油的时候 取了放在后备箱里 这么有心啊,那 不,他又给了路易一个报酬之吻 他终于不是出口闭口 就是挣钱了 自己的地位回来了 路易很是欣慰 天快黑了 附近荒无人烟 今夏说 我们等会是回家 还是去找地方住 带了帐篷 也带了吃的喝的 今晚就不回去了 嘖嘖嘖 看来蓄谋已久 没有蓄谋已久 只是感到了危机 路易没有说话 看着今夏 甜思思地笑了好一会 才开始搭帐篷 还不许今夏帮忙 今夏就吃着零食 看着大海 夕阳 玫瑰花束 还有他那帅气的老公 脸上就两个字 幸福 海浪声伴着今夏吃零食的声音 传入路易的耳朵里 会成了一首美妙的音符 格外悦耳动听 入夜 两人躺在帐篷里 听着海浪声 看着星星 群星璀璨 美不胜收 今夏想起了路易求婚时说的话 许他一声远方 还真是说到做到 他不来 骗也要把他骗来 今夏又在反省自己 真不敢满脑子都是挣钱挣钱 路易 我决定了 以后节假日和周末 不窝在家里了 世界那么大 我想和你一起去看看 激动 欢喜 在心间萦绕 一把将他拉入怀里 深深地吻了下去 一吻结束 他搂着他 睡吧 晚安 今夏闭上了双眼 却怎么了 也睡不着 那是他白天睡多了 脑海里浮现出路易健硕的胸膛 浮想连天 缠他身子了 果然认不能闲 否则会想点歪歪的 在家近日来 他是倒床就睡 静静地躺了一会 没有感受到路易的任何动静 以为他睡着了 他喊了声 路易 没听见路易的回答 又喊了一声 还是没听见他的回答 他想路易一定是睡着了 今夏灵机一动 上次路易说他到航太前 如果能把他弄醒 是不是就可以证明 他到航身了 心动不如行动 今夏向路易伸去魔爪 先抓了一把他的胸 然后换上作案工具 用嘴去亲 亲着他干瘪的葡萄干 好一会过去 路易没有丝毫反应 他转移了作案地点 手往他的两腿之间而去 那里早已经无比坚挺 他认为不是他的功劳 他沉睡时会有那样的反应 他见怪不怪 一开始 他隔着裤子抚摸 不知不觉中 手就伸进了裤子里 邻居离触摸 把玩着 路某人根本没有睡着 夜色无边 长夜漫漫 家人在旁 他怎睡得着 就算睡着 也早醒了 实在忍不住了 出声 你干嘛呢 今夏滴滴笑了两声 又捏了捏手中之物 玩火啊 喜欢吗 他听见了什么 是在做梦 见他发愣 今夏又重复了刚刚的动作 一字一句道 玩火啊 喜欢吗 确定不是在做梦 路易钳住他放肆的手 你知不知道 有一句话叫做玩火自焚 今夏天真无邪地摇头 没听说过 从前只知道他性子也 没想到在这方面也这么也 床单都滚了一年多 他怎么没发现 地点 一定是地点有问题 他翻了一个身 将他压着身下 那我现在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玩火自焚 低头吻着他的双唇 手去解开他的衣服 三下五除二 两人已经坦诚相待 他迫不及待 伸手去触摸他的秘密花园 摸到一片湿润 猴急的他 直接提枪上阵 一个冲锋 直到顶端 啊他不受控制地 发出一声销魂的尖叫 身体都是颤抖的 闻声 他急忙退出 心疼道 这下知道 什么叫做玩火自焚了吧 他羞涩地看着他 摇头 不知道 嘴硬的小野猫 他又一个冲锋 再次抵达顶端 他同样是身体颤抖着 发出销魂的尖叫 只是 这一次 路易不再心疼他 他只有一个念头 征服这只小野猫 帐篷里打得火热 星星看得舍不得眨眼睛 海浪也来为他们助兴 海浪一阵又一阵地 拍打着岸边的岩石 而他也一阵又一阵地拍打着他的身体 他的声音被海浪声吞没 这就引起了他的不满 以为自己还不够卖力 于是加大火力 全力以赴 直到他带着哭声求饶 路易 我知道了 知道了 放过我吧 话音未落 他就发出一声尖叫 接着听见路易说 叫老公 方才是路易听见金夏叫他名字 他便惩罚他 狠狠地顶进去 金夏现在是砧板上的鱼肉 任他宰割 只得服从 老公 我知道了 放过我吧 知道什么 他又是一个冲刺 啊 知 知道 什么叫做 玩 活 自焚 辣 很简短的一句话 他用了好长时间才说完 因为他一直不停在他身体里驰骋 这才导致他说话断断续续的 他话音落下 他最后一个冲刺 便停了下来 事后 他抱怨道 以后再也不跟你出来了 这 他很冤枉 是你玩的活 我帮你卸了活 你不但不感谢我 还埋怨我 真没良心 已经精疲力尽的金夏 有气无力地对他翻了一个白眼 然后找周公去了 即将要见到周公的时候 他跑了回来 睁开双眼 对着陆毅说 把头伸过来 陆毅乖乖把头伸过去 等待老婆发落 老婆在他脸上巴唧了一口 下周末去拿 刚沉睡的兄弟立马醒来 陆毅恨不得 现在就是下周末了 这个 我得考虑一下 行 那你慢慢考虑 我睡了 不急考虑 明天不用早起 趁着夜色难得 再来一次 刚刚我没发挥好 想不到你挺会的 说说都是从哪里学来的 陆毅逗着他 惊吓直接装死 那些都是以前 他一个人无聊的时候 网上看的 他不想告诉陆毅 因为他知道 陆毅一定会刨根问底 问他时间地点 幻想对象是谁 野战的滋味真香 陆毅细细回味着 更加爱他的老婆了 将惊吓抱紧 老婆 我好爱好爱你 惊吓没有睁开双眼 拍了拍陆毅的手臂 陆毅 我超级超级爱你 他相信 可还有一个最大的情敌 那我和一个亿 一起掉进了水里 你先救谁 惊吓猛地睁开双眼 兴高采烈道 当然是先救一个亿啊 陆毅的脸垮了下去 惊吓戳着他的脸 你会游泳吗 有了一个亿 我们就发了 那假如我不会游泳呢 那你就去学 那我学不会呢 会的 我老公很聪明 一学就会 陆毅不说话了 他叫老公 一生老公 他命都可以给他 他命都可以给他